大家好 我是廷宇的大兵 然后我是Saleset的大使 然后我有一个开项目 它是AraqPesh 因为今天是一个安全连长 当然我们SourceMatch跟安全是有关系的 SourceMatch有几个功能 就是说一个是它的能量管理 另外一个是它的可见性 关键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安全 它临性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首先因为这个产生权发展更长 我先问一下大家多少人 之前接触过SourceMatch Vistil 沦维 大家如果觉得是我们看一下各种的情况 OK OK 谢谢 那大家也做过这个AraqPesh 那个裸成的一个项目 如果有的话 OK 很好 这两个特考大家的是新的第一次接触 马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就怕它全是警察了 我讲的就是没有意思 OK 在AraqPesh AraqP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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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是本身是基于East AraqP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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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它做的事情是私有协议 或者说非AEU协议 的一个信息代理的 服务 它的开发框架 同时它已经 已经把一些 就是开源的非AEU协议 大陆 AraqPesh 可以开一个提供网 但是如果说 有自己的社会的话 可以进行它去开发 很简单的一个开发 如果说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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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 一天之内 可以玩代码 一桌之内玩街路外 然后它可以提供 任意的 非AEU协议 东西向 南北向的一个 7层这种 就是AraqPesh 做的一些思想 再来以后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 大家如果有接触到 EU协议 的话 都知道 EU协议 它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7层上的一个 关键能力 对吧 7层的话 我们说的7层 实际上 如果说我们 从协议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是我们的 家里的一个图 TCP 数据包里面的 7层的header 对吧 我对7层的header 做一个处理 比如说我们 基于7层的header 去做一些处理 发现 对于ATP协议来说 它可能就是 它的那个host 对吧 或者说我们 其他的一些 比如double 或者staff的 它可能叫做service 它叫做interface 这个大家好 不一样 但是都是在ATP的header 在那个7层的header 然后我可以做一些 7层的复材均 就是我的个人请求过来的时候 我可以去请求 把它拆分出来 跟我在做一些 费车 或者是我做 那样什么样的费车 我可以 基于应用协议的 一些错误码 我可以从事会云断等等 服务的自利用能力 我基于7层协议头里面的一些 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的 调文的方法名 服务名 或者我的ATP的Path 做一些会友 对吧 然后到其他的 还有一些 一些性的 一些matrix 这种更多等等 但是如果说 我们用一些 主流的开源的项目的话 比如说 Eastway公开的事情 目前最主流的 大家都在最多的 一个服务的 一个开源项目 很多 人常常的 那个服务 也是 对它们去实现 然后它能够得到的能力 如果说你 Double 或Slift 会比较一个设计 实际上 没法得到 我们左边的气氛的能力 也不得到的 只是一个三层和四层的能力 比如说你 IP IP的端口 去做一些 服务发现的路由 Double 四层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 链接数 链接收发数 等等 这些东西实际上 它的用处 对我们来说 做服务的 对来说 它是很有切的 对安全的时候 也是 我想作为气氛安全 也做不了的 对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实际上 所有的协议 包括 ATV1.1 ATV2 GRPC 或者说 腾讯开源 叫做 TAS的协议 还有 它有一个 Double 还有白路有一个叫做 GRPC的协议 我们去看 实际上 它做的事情 它 突然说 我的实际 都有团 但是它 我们在系统 这个方面 它是很类似的 比如说 我们要去做路由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机场上的目标服务 去做路由 但每个行业里面 它的名称可能不一样 但实际上 它都是系统配领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 我们的host 或者authority 或者说 GPS API Path Double 它叫做 Source of the Interface Lab 等等 然后 如果说 我要去做 Matrix的路由 也是 才有Header的 那些手机做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 共性 我们如果说 我们把 GMC TPE Double 抽象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都是 对系统配领的 Header去做一些 做一些处理 不管是修改也好 还是对Header 做路由也好 对Header做其他 一些可贵性也好 都是对系统配领的 Header去做一些处理 如果我们在英文里面的话 当然如果 对英文里面的话 这个有什么了解的话 英文里面实际上是 一个Tines 设计章法 它是一个 明显与远生的 一个代理 它的 里面最重要的 它就是 HCM ATP Collection Manager 然后它那边做的事情 比如说 它跟NP鞋 解包 解包 我去做一些处理 处理 处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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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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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它可以支持 动态的 RDS 它可以 动态的下发一些 配置数据 然后它的 Match 就可以去 新的也可以去做处理 然后不用去重启 重加改 这些配处 这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但是它有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我要做一套 别的写 比如说Dall 或Swift 它们也做了 但是它做法是说 Dall 和Swift 我都单独去洗一个Fearth 对吧 单独去除了Dall 和Swift 除了Dall 除完之后 可能也会做鲜流 也会做鲜流 但是它每个做法都不一样 但实际上 我们真正去看的话 比如说 比较多个回律方向 那么这个逻辑是什么 比如逻辑就是说 我有两个版本 那么 我根据某个属性 我把某个版本 我把某个版本 我去用到新版本 我去用到新版本 我去用到某个版本 比如Fearth 叫做Urst test 你到新版本 如果是同学会到奥本 对我一次 是没有多序列的 所以说 我们实际上 没有必要去为每个协议 做一个新的一个Fearth 是吧 所以基于第一个考验的话 我们在Haircanness里面 就做了一个抽象 我们 数据面的话 我们叫做 MetaProxy 它实际上 它可能是一个 运温卫里面的 市场Fearth 它能做的事情 就是说 我把一些 通用的逻辑 把它 放到这个 Fearth的方向里面去做 比如说 比如说 LB 比如说现流 然后可以做 动态的RDS 然后做Tracer 做Matrix 还有Explode 对网络都没有 当然 每个协议 有什么地方 对吧 比如说 有编辑码 对吧 我怎么去把你的 TCD的数据包 拿出来 然后去解析 得到你的 系统的一些 Header 然后怎么去 BZHeader 这方面 是需要做一个抽象的 所以说 我们是 抽象的 也叫做 CoderPane CoderPane 就是编辑码 Decoder和Encoder 一个 一个解构 如果说 你实现这个协议的 编辑码 这个CoderC的话 你会变成新的协议 当然 如果说 你的协议 能是一个 开运的协议 比如dall script 还有BRPC的话 我们就已经把它实现了 因为这个 这个协议的编辑码 是公开的 当然如果说 有一个设议 的话 你可以基于 做自己的一个定制 去把它实现 然后加入 关键里面去 好 书里面 都基于这个 这个网络 做实现了 这个 Meta Procal PoLux 但是 它里面的主要成功是什么 主要成功就是说 我根据 我解码的时候 把你的 进程Hair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我提到一个数据的功能去 Malana Malana 然后在这个 真的要开门 重要关注的 关键的特资 比如说 人数据去做路由 还是做线路 还是要去通缘络区 提出 Metribus 就可以通缘络区 做 比如说 比如说 那个单独的 这人数据 可能也叫做结合 defense 还有一个 Metribus 这种方法,真的。 然后把这个数据之后,我们把它填入到那个minecraft的提供,这个结果的话,还会在后面的七层各样的能力共享。 比如说,我这个路上的一个购物,我拿到你的mine data的原数据,然后我会有一个规则叫做抄。 如果用户是test的话,我就把它录入到2,这样实现了一个,实现了一个,按照用户进去分流,或者分流发作为功能。 就是怎样,这个我们也不能关注,你到底是什么系统。 你什么系统都可以成立的能力。 然后,这个我们会再去做编码,或者数据,路由完之后,编码都发到240那里去。 就去做没有怎样的能力。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对这个实现象的修软。 比如说,我们可能加入一个Hell,或者说我去把Hell改掉。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做。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这个,进了证据,我们去填。 它可以通过一个,这个Lutational的所有结构。 然后,最终在编码的时候,都会应用这个Lutational的所有结构。 最终在编码的时候,都会应用这个Lutational的所有结构。 去把原数据改动,然后去发出去。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运力。 当当我们看到数据面,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个控制面。 空制面的话,实际上它,我们是在Elka,是结合到LiskWay使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LiskWay使用它本身,它的运力是有些比较长。 它有那个,它实际上的XTF服务器,对吧。 它可以对比着Headass,然后你的一些服务的数据, 那关注数据,然后做CDS, EDS,可以划下来。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RDS,它只是ATC的。 所以说,我们Elka就实现了一个基于Metacontical的RDS。 这个时候,Elka和LiskWay共同去做一个控制面。 然后去把我们MetupLocal需要的XTF消息数据, 包括它的Listener,Listener,Cluster,还有这个Mobile, 然后去发给Norway,然后它到Norway在书里面给它拿过去做。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分别的。 所以这个地方,这样设计的一个考虑,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去重新造文字,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跟Elka共同去实作。 这样的话,如果说,你的系统里面有HTBC, 有GNPS,然后也有朋友,一些私有系统, 或者说有Double系,私有系统, 那么实际上,你可以多什么时间,你可以带。 现在,在一个面积里面,通过一个特别的网络, 我们去过,我们所谓的系统, 所谓的系统,还有这样的。 那目前的,我们社区的制作能力,是有Double系统。 就是说,我们在MetaProgram口之上的训统, 只要比MetaProgram的训统,我们的Develop能力上, 但是,现在跟EASC和ADU系统的训统,已经是同等了。 就是EASC和ADU制作能力,就是这什么东西。 然后,目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就是那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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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晕晕晕晕,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写训统完整的。 然后,我们自己实际上,协议的话, 开源的,有Double系统,比方BRPC, 然后,私有的协议的话,实际上, 已经超过硕士统协议, 包括, 包括那个,我们人讯内部的一些音乐设计, 然后,他的游戏的设计。 刚刚这个自由协议,可能大公司多一点。 因为大公司,他, 他对某些应用场景的话, 他有些特殊需求的, 对吧? 而来,今天本来是一种自愿体, 他可能, 他可能不是, 对某些事情, 他不这么, 不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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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么舒服。 那么,大公司, 可能会对某些, 常常会自己, 但是,可能小的一些, 不是他们一般, 给我们到的行为, 所以,这个大公司, 嗯, 产品当地的话, 主要有那个, 我们在, 冬奥会的时候, 用谈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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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那个, 唐瓦会后, 主播的一个,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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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去音乐, 播放出去, 你会有, 都会去香港, 等等,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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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来讲, Bubble服, 因为, 其实, 国内, Bubble服, 比较多, 所以, Bubble服, 是一个比较点的, 一个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 嗯, 就, 实际上, 我们会有一个, 叫做, 叫做, 这么一个, 嗯, 这么一个, 嗯, 一个, 主电, 在我们的开场里面, 它主要是, 就会变了, 那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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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口, 是, 都支持, 然后, 它从这版本, 拿到这些, 服务发现的信息之后, 它可以通过, 采取了, 或者, 这个方式, 去, 到, 里面去, 然后, 里斯特会用这些, 呃, 服务注册信息, 然后, 再下导书里面, 这样的话, 就解决了, 说, 你怎么去, 把Double的, 那个服务发现, 和里斯特会对接的, 嗯, 其他的, 嗯, 其他一些, 没有人去的, 它这个是一个, 嗯, 然后, Double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 SOS的一个系统, 它本身, 它不是一个, 一个严格, 呃, 微服务的系统, 因为, 它的一个进程里面, 它可能会有多个接口, 它的, 呃,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 单击很多服务的一个架构啊, 那么, 我们去做, 呃, 做Double的服务之旅的时候, 实际上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 做应用, 应用级别的一个服务之旅, 就是近视级别的, 你把整个进程看成一个服务, 或者你做接口级别的服务之旅, 就是把, 呃, 一个进程里面有多个接口, 每个接口都可以看到一个服务去做自己, 嗯, 当然, 各有各有好处, 最后, 我觉得可以看到, 按照你的, 相对实际情况来, 呃, 呃, 这种方式, 嗯, 嗯, 当然, 我们俩都不支持, 如果你做应用级别的服务之旅的话, 这优点充满, 就是说, 你的设计数量会比较少, 因为它是, 应用级别的, 那么, 控制面内面压力会比较小, 然后, 数据面,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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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个服务, 比如说, 规模不是很大, 对吧, 就是规模不是很大, 而且, 你可以, 呃, 规模很大的情况下, 比如说, 规模很大, 然后, 你有很多服务的话, 你可能说, 这个机构机构的一个治理, 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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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包括, 回路发布, 线流, 然后, 确认就是说, 你的服务数量, 可能稍微更多一点, 但是, 如果说, 你本身的一个应用, 是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大, 不是那么大, 是个中央和小, 小规模的应用的话, 可以考虑起来, 结果这些服务, 这样的话, 这里会更精细, 这是两个方式, 好, 但后面还有并多的, 大多, 揭露的一些教程, 还可以, 有兴趣, 可以看到有, 帮我来教训, 然后这是一个例子啊, 例子,